好可以看到現場呢 就連主持人兩位都很好笑喔 就是吳宗憲還有侯佩成 他們也拿韓國來開玩笑 那麼典禮上面呢 就提到了韓國裁判 還有電子襪等等的搞笑頭段 的確是鬥笑了台下的觀眾 不過呢台下也有不少代表團是韓國來的 也讓他們表情顯得有些尷尬 比較特別是剛好都沒有韓國的裁判 那麼 基本上參賽者也都沒有穿電子襪 主持人侯佩成和吳宗憲 在亞太應戰開場先開了個玩笑 雖然台下觀眾很捧場 但是接下來頒最佳劇本獎式卻尷尬了 得獎的是啟蒙電影韓國 上台領獎的時候 來自韓國代表看得出來很緊張 侯佩曾趕緊出面解圍 到了後台韓國代表還再次忙著化解台漢緊張關係 用電影來比喻影片不一定是真實的 韓國代表團長自我解鈔 引起台下一陣笑 希望化解台漢緊張氣氛 重點希望黃一群路易台北採訪報導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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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